媳妇 起床了 监狱回到宿舍 看见床上两个小家伙已经醒了 正趴在床边数手指 他一直手一个 把两个娃低溜起来穿好衣服 然后把两个娃丢在地上 在地上爬 大宝和小宝十分无语地对视一眼 这男人怕是想挨骂哟 许念念还在睡觉 监狱爬到床边 看着他睡觉乖巧的模样 没忍住亲了他一口 许念念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 猛得睁开眼睛 四目相对 监狱深邃的眼眸染上了笑意 媳妇 醒了 许念念睁大眼睛 监狱要直起身子 他突然伸手把人拉住 回来 被许念念一拉 监狱顺势往下倒 嘴角带着坏坏的笑 媳妇 不急 先吃饭 你身上为什么会有女人的香味 许念念皱着眉头 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味道 她在鸡如画身上闻到过 女人的香味 监狱皱眉 抬手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在哪呢 我怎么没闻到啊 监狱还以为 许念念开始胡思乱想了 带着许念念亲了一筒 还不相信我呢 两口子在床上耳鬓撕磨的时候 地上两个娃 屁股堆都做凉了 两个小娃娃苦巴巴地瞪着眼睛 小宝别开脸 不好意思看 大宝双手捂住眼睛 指尖却开着缝 露出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眼里有着不知名的猥琐 许念念一回头 就对上自家儿子可爱的小模样 没忍住 推了静狱一把 宝宝还在呢 闹什么 静狱顺势 把许念念拉起来 一天天别胡思乱想的 许念念没有胡思乱想 她是闻到了 济如画身上的香味 她是厨师 对香味极其敏感 不管是什么香味 你今天遇到什么人了 静狱仔细一回想 想到食堂门口 遇到屈小冉 和另外一个古怪的女人 知道许念念对气味敏感 静狱不敢撒谎 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本末交代了 你说你遇到一个莫名其妙 对你哭的女人 许念念沉了声音 看来 这是济如画无遗了 静狱眯着眼睛 贴见许念念脸色不对 想到她这次来找她的原因 突然出声问道 之前在你那嚼舌根的女人 就是她 静狱何其了解许念念 能让她面色骤变的人不多 不过 想到这事跟她有关 静狱心里还有些得意 拉着许念念又是一阵亲 许念念闭着眼睛躲开 别闹 许念念同志 吃饭 静狱也没有继续闹腾她 把衣服给她拿过来 看到地上的两个娃 静狱挡在许念念面前 居高临下地瞪着两个娃 主要是蹬大宝 因为小宝很聪明地扭了过去 在静狱的瞪视中 大宝岔开的五指渐渐合拢 默默地捂住了眼睛 气恼地垂着小脑袋 哼 小气鬼 许念念穿好衣服 起床把两个娃抱起来 自己吃一口 就喂宝宝一口 她家两个娃 现在已经昏速不济了 什么都能吃 静狱就在一旁 端茶倒水 伺候娘三个 许念念一边吃东西 一边思考 要怎么打消 济如画的想法 对于觊觎自己男人的女人 无论是谁 许念念都喜欢不起来 脑子里已经开始布置 公斗三十六计了 要是旁人喜欢静狱 许念念可以不在意 毕竟她不能阻挡别人的喜欢 她知道 静狱心里的人是她就够了 但如果是济如画 许念念就不得不介意了 有时候 说曹操曹操就来了 济如画并不知道 许念念也来了这里 她还记得 静狱的寝室在哪个地方 等屈小冉去忙的时候 她下意识往这边走过来 但走到门口的时候 方才想起 她现在已经不是静狱的未婚妻了 突然出现在这里 静狱肯定不会搭理她 时间束 accomplishments 联影 百分 persones 关闭 词